AudioJungle 10日上午,民进党团强力推动台湾劳机法修正案,在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,明确规定台湾加班工时上线,从现行一个月,不得超过46小时,提高到一个月54小时等。 对此,台湾劳团放话称,在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,将用选票惩罚民进党,他们还在抗议现场洒出了大批民纸,送给民进党。据台湾新律媒体报道,台湾劳团表示,民进党爱钱,财团有钱,他们也有钱,要将这些民纸送给民进党。 10日上午9时许,台湾劳团绕行台立法机构周边道路,经过台行政机构前,劳团高喊过劳凶手,抗争到底,并将手中的民纸,撒向台行政机构。 但是,在撒民纸过程中,劳团成员与台湾警方爆发一波推挤冲突,后来,劳团继续走,往台立法机构喊口号抗议,并大撒民纸。 由于人数上处于劣势,国民党立委为无法挡下劳击法三毒,向广大台湾劳工鞠躬致歉,还勿骂民进党是过劳柜子手。 蓝伟蒋万安表示,劳工是亲友,不允许任何一个过劳伤亡的案例发生,未来如果有人过劳伤亡,民进党我们没你是问,对于民进党团强力推动劳击法修正案三毒通过。 许多台湾网友纷纷留言批评,我们的前方就是过劳死的坟墓,绝对给他们好看,免别只好用选票教训烂倒根的民进党了。 还有网友留言称,可以跟进助交代了,辛苦了,等下政治现金就会给你们,以后做贺运要小心了啊,因为司机可能睡不到六小时,千万别累死劳工,皮屋一副毛将淹在。 早前,台湾劳团曾以卧轨的方式表达抗议,据海外网早前报道,台湾劳工团体桃园产业工会,八日晚间六时,发起北车卧轨抗议,卧轨劳工遭警方拉起,双方爆发推挤冲突。 桃园产业工会表示,民进党当局上台以前,蔡英文承诺全台湾劳工,要降低全年总工时,提出多项劳动政策的改革,靠着种种美好幻影再度执政。 结果,竟是一场又一场噩梦。据早前报道,2016年台当局声称,要落实周休二日,通过一例一休,影视砍掉七天法定假日。 2017年台湾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,更是提出史上最恶劣的劳基法修正草案,并于今日十日在台湾立法机构三读通过,台湾加班工时上限得到进一步提高,综边海外网张身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